会认为有损警方威严就是因为他们在派出所前叫嚣了四个小时警方才将人逮捕 我们来为您整理这起事件 其实事发当下派出所只有挡住门口将扼煞们驱离 但是他们并没有一线刑犯将人逮捕就引发质疑了 那么三重分局也说为了要避免事态扩大才会事后搜正歹人 不过这么嚣张目无王法的行径 也不禁让人联想到这难道是松山之乱的翻版吗 多名变异刑警将黑衣男子压制在地和令他不准动 三重派出所被包围后的第十个小时 警方总算在卢州街头将涉案恶煞通通逮捕归案 但是为何警方当下毫无作为 当时一大票黑衣恶煞将三重派出所包围 还大声叫嚣要远警出来面对 但是派出所当下只有把门挡住 并且将他们驱离 并没有依现刑犯的身份将他们逮捕 还原事发当下 恶煞们在派出所前对远警狂飙不雅自演 甚至一部分的恶煞还冲进派出所挑战公权力 最后派出所远警却是将人统统放走 不免让人想到两年前的松山之乱 15分45秒第一位进来 这是教官 2021年4月大批黑衣恶煞追着教官 崇敬松山分局中轮派出所 大声叫嚣砸毁直搬台电脑 当下派出所也是因为事单力薄将人放走 这回换三重派出所被包围 恶煞人数更多 事后虽然亡羊补牢待人 但是处理作为仍引发外界质疑 对此三重分局也强调 绝对是依法行政 任何不法行为都会严惩不待 并且绝对不会像松山之乱 与黑衣人和解 但是黑衣扼杀大喇喇叫嚣包围派出所 侵犯第一时间仅先驱离 这判断是否正确值得赏却 记者王渝君陈佳明 新北采访报道 是否正确值得赏却 此 ze人贯幸和牛温 TJ 访整 powder 相冲 颁 只 纸 岛 conveyed lat